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意见都说 你的线会散掉 芝麻 白糖 黄豆粉 花生蜜 大到一七年 我叫肖世伦 我是重庆荣昌人 03年的时候 我们就到这里来开了这一家店 刚刚开了没有多久 就遇到非典 后来整个治理镇上 就剩下四家饭店 我们是其中一家 我们是治理第一家穿菜馆 也是第一家开始送外卖的穿菜馆 但是我们那时送外卖的范围不大 就附近几条街 自从我们和奥罗摩合作以后 那个配偶送范围就广了很多 每天就说是卖出去的鱼多了很多 我们最多的一天 卖了两百多斤穿菜鱼 因为我以前是当过兵嘛 有机会也是想为社会贡献一点力量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们上回也主持了一个公益团队 通常时间需要我们去帮忙的 我们去帮忙做一下 这个很干的 这个熏的 这个熏的很香的 这个熏的很干的 这个下酒的是最好的东西 我女儿呢 还有是做主播的 受她的启发嘛 我也想趁这里过年这段时间 我做个直播 把我们的菜品 让老乡看一看 今天我们有很多老乡 都选择了就留在湖州过年 但是不回去呢 她说实话肯定还是有点遗憾的 能够让他们感觉一下 人也放在那里气场的那个味道 过年我们也不打烊 这样呢也可以让湖州的老乡 可以吃到地道的家乡味道 天气还不是黑熟 就是炸出来就直接吃一下 炸的时候就比较吃了 来吧 我这个店在这里 现在开到已经18年了 店里面的员工 也就像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 今年大家都留在湖州过年 我也准备让大家开开心心的 在这里过年 也希望家乡的父儿们 能够保重好身体 等来年的时候 我们再回去好好团聚 祝她们都有新年快乐 可以健康 needed够活的 帮助 帮助 以后 deck 以后